华裔设计师Jesse怎么也没想到 他在旧金山梦想的服饰店 才开张两个星期就遇到了宪祖令 被迫关门 时尚业四五月正式行销时机 但时尚转场却都被转成了方舱医院 像Jesse这样的中小企业 在美国就有450万家 而美国的SBA 也就是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针对这些企业主 有提供第一波的纾困方案 也就是1万块美金的免息 以及弹性还款方案 除了1万美元 企业还可以申请高达 两个半月薪资的贷款 才first come first serve 的方式 3500亿美元用完为止 目前上线几天 已有20万家企业申请 不过企业律师表示 因为是无担保放款 银行配合度恐怕很低 SBA在联邦体系是一个小单位 即使24小时工作 恐怕人无法因应 庞大案件审查的需求 在款项到手与疫情明朗化之前 中小企业恐怕仍有一段苦日子要过 环宇新闻特派记者曾韵金 在旧金山的采访报道